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13日后班国际共和学会的自由奖项 透过视讯演说表示 邪恶没有消失 正在压迫香港与中共防火墙后每个地方的人 中共剥夺了14亿中国人的基本人权 蓬佩奥14日记者会进一步表示 川普总统已经指示 要努力维护给每一位中国人 我们能维护的自由与尊严 美方要竭力建立全球联盟 让中共为迫害人权付出代价 蓬佩奥在演说表示 自由人的精神是永恒而普世 不会被庸俗的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所压制 由于铁幕后 人们的勇气让共产苏联解体 今天中国有许多基督徒 法轮功学员 佛教徒等信仰者 在寻找远远高于所谓习思想 或毛泽东小红书的信仰 以指导他们的生活 蓬佩奥表示 依据美国的建国原则 美国政府和自由精神 赋予每一代人确保自由的责任 今天美国再度受到考验 美国已经准备好迎接挑战 要团结其他国家 对抗当今对自由民主的最大威胁 中国共产党 并建立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 新唐人还在电视 黄亮剑张东旭整理报道 来到来 谢谢 謝謝